同样的资金拿来买房子 有的人就比别人多赚一倍 看完今天的视频 告诉你如何成为这种人 Linda的视角专业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张敏乐 前两天啊 我之前的一个客人来拜访我 而他的案例呢 也是过去两年 我觉得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今天呢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客人呢 大概是一年之前来找到我们的 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买第一套房子 在来之前 他已经在别的银行咨询过了 他们的收入 大概只能支持到100万的贷款 那他又从家里拿了100万的首付 打算在二万买一套200万的房子 作为自己的第一套资助房 结合他的情况 我的团队做了一个分析 给了他一些建议 因为他现在比较年轻 而且收入比较稳定 同时上升空间比较大 第一套房子 以后也会面临家庭资产配置的问题 所以团队最初给他的建议呢 是把这100万分成两份 做一个25%的首付 通过不查收入贷款的形式 突破他的收入上限 可以同时购买两套200万的房子 而很庆幸呢 最终他也听取了我们的建议 最终在去年的时候买了两套 包括这次他们来啊 一方面也是跟我分享 这个地产升值的喜悦 另一方面呢 也是希望能够做静止套现 来做下一步的地产投资 所以可以看到 同样的起点 融资手段非常重要 暴利率每一个loan officer 都能够提供 但是根据你的情况 给你一套量身定做的 融资解决方案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获取第一手的地产融资资讯 记得关注我 我是德远张敏乐 我们下次再见